館長從我出生的開始的時候 父母常常喝酒 父母有什麼休息的習慣 她都從小會很痛苦 我到底要為什麼被生下來 我小時候 我相信不只是你啦 我小時候也是 我是單親家庭 雖然我媽媽真的是不錯 但是我出社會我也是 也是沒什麼錢啊 然後沒什麼錢怎麼辦 你想要買摩托車怎麼辦 我15歲就去外面去工地搬磚頭啊 搬水泥啊 去打工啊 15歲開始出客位 15歲的時候我媽跟我講 你長大了 要該對自己負責了 好 那雖然我也是覺得很挫餓 我媽媽就把你養大了 接下來你的事情你要自己 其實我們那個時代的人就是沒有網路嘛 整天就在外面嘛 整天一定要在外面嘛 泡沫紅茶啊 朋友 所以你會生之前的重要性 因為 在家裡拿錢是拿什麼時候 所以說我們很年輕的時候呢 我就已經 出去上班 出去上班 好不好 出去上班 所以我年輕的時候我要 我要 我要買房子 要不更正我要買摩托車 我要改摩托車 我們那時代很流行改摩托車吧 我要買任何的東西 衣服 吃的喝的 用的 穿的 我們都是靠自己 所以不要怨天遊人啦 館長今天走到這一步 也是我努力的嘛 對不對 就像我開直播我也很努力啦 你與其有時間去抱怨 你不如 多找一些賺錢的機會 我覺得接下來社會如果你肯賺錢 都有機會啦 很多人 不願意做的事情啦 以前我們那個時代沒有跑外送 現在也有外送 外送也可以賺錢啦 努力一點 我們以前拜託還要去菜市場拖菜 還要半夜找那種 想要賺多一點錢 那種半夜兩千塊 真的是不錯 不過真的很累 疊火鍵 疊火鍵 不然就去菜市場拖菜 一件三四十塊 二十塊 二十塊 不然就去雇那種 大業班 就有三萬多塊 粉絲是不是有三萬多塊 謝謝你抖內啊 沒有我們那個內褲沒有補貨 就是 你今天你願不願意跑 願不願意跑 你今天花八個小時工作 算還是花十個小時工作 還是花十二個小時工作 像館長以前 最缺錢的時候 想要去 我印象很深啦 我那時候去念那個補校嘛 然後我白天 真的很累 我白天要上班嘛 然後上完班下班 然後還要趕過去 還要回家洗個澡 不然真的太髒了 你知道吧 趕過去台北 我工作的地方在新北 我還要騎車 騎到那個羅斯福路 騎車 然後那時候又 我跟你講 那時候我又沒有駕照 十七歲而已 十七歲而已 然後還要被駕照 被警察抓到 還要在那邊說 我不會去那車子 然後被朋友的駕照 因為那時候啊 那個時代啊 警察啊 的電腦啊 還沒有頭像 我很好被 呃 就很好唬爛啦 然後就這樣讓我唬爛 我都沒有被開過 八丹 我都好爛嘛 可是沒辦法啊 因為你要上班 你又要上課 呃 你一定得 幹這種事嘛 你身份證級 我被的滾瓜爛手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 我叫 王大偉 喔 是喔 啊家住哪裡 家住蘆洲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長安街 幾號幾樓 全部都是我朋友家 背的滾瓜爛手 啊家裡有誰 啊我媽媽 叫什麼名字 啊我媽媽叫什麼名字 爸爸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名字 你要把他全家人都背起來 他會問 啊幾個兄弟姐妹 我有一個姊姊一個弟弟 都要背起來 哈哈哈哈 都要背起來 真的我們那個時代啦 啊他就不會開你單這樣子 啊他就不會開你單這樣 喔唷 喔嘿 啊你要去哪裡 喔去上課 喔辛苦了餒 啊辛苦了餒 那我們就去上課 這樣子 所以說 我們那個時代就是 要賺錢嘛 謝謝喔 謝謝喔 謝謝大陸會員喔 謝謝喔 謝謝 謝謝你購買我們的益生菌喔 所以我跟大家講 我跟兩妮 聊天室裡面一定有很多人一直抱怨 像我年輕的時候我也抱怨抱怨抱怨 後來我發現 我抱怨沒有用啊 那幸好啦 我那個時代喔 阿管講古 我那個時代就是 我們三儒人嘛 大家其實都 都要做 都要工作 而且真的都 聊天室裡面應該有跟我同年了 真的沒虎爛各位 真的十六七歲不讀書的人 真的很多 也就是說很多人高中就不想讀了 國中畢業之後就不讀書啦 阿不然就是高中都在念補校 補校嘛 補校就去混的嘛 白天都在上班 所以 我們周遭的所有人都在上班 你就會覺得 你好像今天沒上班 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我們那個時代啦 就好像 大家都要去上班 而不是說 現在好像十六七歲 的小朋友 的年輕人 就是要念書 就是要念書 為什麼你要上班 你要念書吧 我們那個時代就是 不工作很奇怪 反正念書的就 念書的就 才就是 高人一等你知道嗎 你們那時候 有念書的嘛 有念白天的嘛 然後我的朋友呢 我真的沒有虎爛 有在念山宮 三重山宮 有在念這個 泰山 高中 有在念我們這一群的 有人練 考到這個專科 那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我們這群朋友 我跟妳講 有幾個有在念書 一半啦 差不多十幾個 我們這群十幾個好朋友 一半是沒在念書 一半有在念書 但是我跟妳講 每天晚上 我們都會聚在一起 每天晚上 我們都會聚在一起 吃吃宵夜 聊聊天 年輕人就是 不用睡覺的嘛 你知道嗎 聊到12點 才回家 回家還要喝兩杯 真的 我十六七歲就是這樣喝 喝酒啊 然後才睡覺 隔天六七點起來 這就不會累啊 年輕嘛 很年輕嘛 身體好好啊 然後又要運動 又要打球 晚上就是 十點大家下班了 下課了 會聚在一起 我們那個時代啦 那就算今天 他是念書的 一半念書的 我也跟妳講 他下課之後 五點下課 幹嘛 欸 你有失誤嗎 欸 你有失誤嗎 欸 哪裡有欠工嗎 我真的跟妳講 我跟妳講 真的 就是說 連下課 連上課的人 上課的人 他下課之後呢 他還是去打工 為什麼 因為要 財富自由嘛 也就是經濟獨立 因為我們那個時代 父母 不可能 拿錢給你 很少 而且我們那個時代 是真的是 也沒有手機啊 這個是公共電話的時代 所以 找工作真的就是 一家一家進去問 報紙也沒有什麼看 反正你就是摩托車騎著啦 這條路 就一進去問 老闆你有欠人嗎 以前的 也別人討論嘛 你們現在可能沒有辦法想像 找工作這樣找 真的是 每一家進去問 你有欠人嗎 生我的什麼 有欠 老闆 你有欠工讀生嗎 那個時代比較純樸 真的是 有的老闆 不管你什麼 那時代也不講什麼牢基法啦 他就出來 他就說 一小時八十 一小時一百 好嗎 要做嗎 好嗎 真的是這樣 我們那個時代沒有牢基法 我們那個時代沒有牢基法 沒有牢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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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間一間二間問 就像 以前 如果你是住如洲的 現在的長榮路 長新路 以前的都是工廠 對不對 你看阿閨有把你傳嗎 這裡有路窮人嗎 如洲長新路 長榮路 那一條 以前是工廠 整條路到地 都到三民路地 都是工廠 喔 那條路都工廠 我們沿路去問 我跟你說 一定問有的 你從路頭走到樓 你從路頭走到樓 不用走到樓 走到第三均 第四均 那老闆就出來了 真的要做嘛 年輕人的很辛苦 很熱的喔 沒關係沒關係 老闆有錢就好了 所以 我的時代很好找工作 就是我們這種陰仔工嘛 比較便宜嘛 然後就做什麼 做店長的嘛 真的是做店長的 然後一百十八歲的時候 就 跑去做7分 大夜班 不然就跑去做那種 我們那時代也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那時代 很多那一種 講到這個喔 很多那一種 便利商店你知道嗎 他不是7分 他也不是萊爾夫 他也不是全家 我們那時代 還沒有什麼全家 我那時代 還沒有幾間全家 那時候全家才剛剛開而已 很好玩 都是那種私人的 24小時的便利商店 啊私人24小時便利商店呢 怪羊頭賣狗肉 講到這個很多山爐的朋友 甚至A槓的都知道我在講什麼 對啦 他還是一間便利商店 該賣的都有賣啦 後面都是竹仔台 賓國台 瑪麗兄弟 你要抓狗 啊真的 那種純爛真的齁 過幾台 可以吃粉 我給你吃粉 你沒有辦法想像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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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這樣 好不好 你過幾台 你可以吃粉 我們那時代就是這樣啦 柏兵人 人家都猝皮頭賣吧 很熟啊 欸小陳 欸欸欸 欸 你有沒有看到我們人嗎 沒有勒 你有沒有看到我們家有啊 他剛才騎的都沒走 就是 那種鄉土感覺就很深了 反正猝皮頭賣會來買嘛 啊有啦有啦有啦 有啦有啦 撿東西啊 因為那一輸真的是輸蠻多錢的 那個真的不是靠賣東西來賺錢 那個真是 我們還要 我們還要幫他弄那個10塊 那個薄仔 你有沒有看過 大家應該都看過嘛 現在沒有啦 現在應該很少人看 那薄仔有沒有 你還要去開台 這10塊有沒有 10塊有沒有 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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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票 正大光明耶 小陳幫我換一下 票就換現金 然後換紙鈔 把它算 然後要寄本子 那時代是這樣 就是 那個主要逮到會吐那個嘛 吐那個獎券嘛 那個獎券就拿來就 換現金給他嘛 我們幫他 他還要贏不夠 那一次都換6千耶 那個時代 有人在暗示 那個時代沒有網路啊 那你要叫這些人要怎樣 吼 這什麼的 黃金時代 真的賺錢跟賺水一樣 可是我們還是沒有啦 我們就是一個小時多少錢 所以我 所以我講到這邊就是說 剛剛你講的那麼悲觀 真的不要那麼悲觀啦 好不好 喔 關長也沒有死 我也不是 你如果說我今天 關長你看你娘 你老婆的郭台銘 你怎麼在開這直播 在幹你娘呢 說什麼不難 你開直播在那邊說不會啊 哎呦 在那邊勸勢不會啦 年輕人要努力 結果你罷郭台銘 你在胖屁 是不是 是不是 哎 觀眾 我啦 我說國語啦 我怕你聽不懂啦 小朋友他聽不懂 我們真的是 苦幹實幹這樣上來的 我們真的不是靠爸爸 靠媽媽 我們沒有媽媽 靠我們15歲 15歲真的就是 這樣出來的 我現在聊天室裡面很多人是跟我同年代 甚至 甚至是小我5歲6歲 差不多那個時代的人 前後 差不多那個時代的人 我有遇到啊 我有遇到啊 要拎啊 對啊 謝謝170塊 有 我以前有做過那種公車 我真的 真的 真的跟大家講 你說那個公車是我差不多10歲的時候啦 我們16、7歲已經變按鈴那種 我真的跟大家講 這個 這個喔 你 台灣啦 我覺得台灣你有心要賺錢啦 真的是有機會啦 真的是還是有機會啦 真的不要那麼悲觀啦 不要那麼悲觀啦 真的 現在 我覺得現在賺錢的入資有更多 因為畢竟網路嘛 然後缺工的情形 像 一些服務業啊 就像我所知 就像 其實館長最近都有在籌備啦 大家問一問 我有點害怕 所以我現在在燉爹 像一些早餐店啊 像一些 開晚餐的啊 像在做西餐的啊 就是說 還有一些做吃的啊 我曾經 我問過好多朋友 他說 你真的不要做 我一直在說 為什麼我要去做一個吃的 大家都叫我不要做 他跟我講 現在啊 你請人啊 請不到人 我說怎麼可能 可能是館長健身房 或是我電商 我們都一下子就請到人 他說你現在做服務業喔 很難請人 我想問聊天室是這樣子 他說你現在服務業真的 超難請人的 超難請人的 真的超難請人的 對不對 做吃的啦 啊廚師啊 什麼各方面的 也真的很難請 所以你看到 他就跟我講 你一塊便當店 我說對便當店 欸 我沒有侮辱的意思 我只是覺得新住民 真的超難的 你像我們老酒 便當店很出名的 那幾間 還有一些我們林口這邊 我們林口這邊菜家 還有一些什麼的 還有一些便當店 很有名的 它裡面都是移工 不然就是新住民 一些結婚的 二代的媽媽 新住民 就是我不知道 有的是越南的 有的是印尼的 有的是泰國的 有的是 對 就是一些可能是做媽媽 做媽媽嘛 就比較 比較 比較 比較穩定 比較工作比較穩定 然後很拼 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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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這樣子 廖老大 送廖老大吃大聲看 沒有 我是怕說人大 最近聲量那麼高 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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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就是 不要去那個 我們很尊重這個老大 然後他 身份比較不一樣 人是真的 你看 聲量高 企業 企業 企業成功 他不是一般成功 做外銷做得那麼大 他 不知道賺多少個億了 我們去 找人 跟我們去找郭老闆一樣 我們老伯你知道嗎 一樣 而且 郭 郭爸爸至少還爬過一四三 阿你跟 你跟 你跟這個撩檔 你也沒有 你也沒有熟 阿你好像一個 我也是 直播主 所以說 唉唷 廖老闆 廖董 來啦 我送你吃什麼東西吃 來啦 你跟我開直播什麼 一樣多 來啦 我看你很沒力 人家是大 那人家我們真的叫大 人家是大 你知道嗎 人家也拼起來 人家那個白手起家的 然後又 這次 這次打這麼漂亮 現在聲量很高 我就很怕被人家講 所以我們還是把自己做好 人家沒有欠我們這個 人家的生活 人家沒有欠我們這個 人 但是我們做人 我們不勇氣 把人家去撈你聽有嗎 沒有勇氣 人家怎麼想 你娘 你你你 對不對 阿 再來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 人家困難的時候 我也沒辦法跟他倒三天 說得不好聽 我們不是什麼 立委 不是什麼 什麼小 說得不好聽 你看 人家的時候 要尬車 什麼的 我們就是 講講話嘛 我們也沒有出到什麼力 阿你現在人家起來了 人家直播室這樣這麼高 萬萬萬人 萬萬人在看 你現在要把人插進去 這沒力 我自己做得好 人家當然啦 你有需要跟我們說 對不對 大家要那路到那路嘛 阿我看現在人家回來 回來 回來 你聽說 人家回來 很回來 很讚耶 我們也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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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阿 不好意思 阿 你們大家就是 年輕一輩 你這樣也不用聽館長講 有時候可以看看人家的 人家的 怎麼做 我覺得這個社會很有趣 現在這個社會很有趣就是說 因為現在喔 是一個 網路時代 每一個人都 我如果大家都事業有成 像郭董 或是蔡英文 或是像廖大哥這種偷信 歐 拜託一下 如果大家都願意開上來 第一個他 事業有成 他不缺錢 可是他願意分享 就來電視這樣問 以後說 讓我吃到這個月 我說國語啦 我吃到這個歲數啦 我事業有成 我真的財富超自由 就像 郭老大 謝謝謝謝董內 謝謝 郭老大 還有 還有那個廖董他們這種人 不能就一些大老闆啊 他們願意 開個直播跟大家講 他年輕的故事 或是說聊天室問 老闆我想請問你 你怎麼成功的 或是說 我想要問你 如果我做事業 我遇到法律問題 我遇到事業問題 我遇到員工問題 我該怎麼解決 他如果願意跟大家分享 但是一體是兩面 兩面你知道嗎 他有時候講了 有時候有些人嘛 他會聽不下去 你是冠老闆 你什麼的 你成雞八 或是說 你這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 如果一個老闆 願意跟大家分享他的訣竅 願意分享他的人生歷練 我覺得對大家都是好事 你減好的起來聽吧 你不好 你不要聽 是不是這樣子 好的 好的聽 不好的就 不要聽嘛 他像 我看新聞 我是都看新聞看到 廖董 我就覺得 他 講很多事情 你看 他又聽兒子 他又聽不懂 對不對 嘴巴嘴巴 你看旁邊才的完工 跟他只剩下的 跟我跟一些高級幹部一樣 我覺得這樣的老闆 真的 很討人 懂得共享嘛 我也覺得他辦那個尾牙 我也想學他辦 就是 我最近真的有打算 我們明年尾牙齁 就學廖老大這樣辦 我覺得他那個尾牙齁也蠻 也蠻好的 就是 叫很多攤車來 但是我可能用Part feed的 就讓員工自己去夾 也不用每次都自視坐在桌子上 然後上菜啊 什麼的 反正都一樣花錢 所以 所以 像你看 他老人家 人家在直播 他在講 我有看到他在辦那個尾牙 我就覺得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學習他的地方 對不對 是不是 這個就是可以我們學起來的地方 那 他這種人 這種成功人士 如果願意開直播 來跟大家講 來跟大家分享他企業成功的一面 有時候是不是 不論是你們看 對人館長看 我都覺得 有些東西可以學 所以我覺得台灣如果 像現在這個時代 一個手機 就可以開直播 對不對 是不是 或是一些簡易的設備 我覺得 越來越多人出來開這個直播 我覺得對這個社會 整體社會來說 都是一個好事 你看以前我們 要去認識一個老闆 哇 從從難關 我們要看到一個老闆講話 一個亦來亦去的 怎麼可能 這時候又要回到 館長老人誰誰 我們那個時代 年輕一輩 我們那個時代 跨了老闆 不用說很有錢的老闆 就有一個很大的隔閡了 你問 現在這個時代是 我要這個當的 幹 誰做什麼 說話什麼 有趣嗎 做人什麼 他願意 開出來 所以這次要感謝這個小烏龜 雖然他真的很北爛 如果沒有這隻龜 你就不會看到廖老大 廖老大就不會這樣子 跟大家這樣 跟大家這樣 醋味醋味 是不是這樣子 你就看不到了 所以有時候 這個 一段傳奇 或是說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產生就是因為 有一個不好的東西 他就會跑出來 所以有時候事情 不要多往壞的方面想 就像剛剛那位小朋友 你不要多往壞的方面想 有時候你有沒有想說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以前的人常常講說 我跟大家講 我以前認為這句話是屁話 天將將大戀於私人也 必先怎麼樣 勞其辛苦 惡其體肤 空八其身 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要做大事的人 你就是要很辛苦 你的歷練一定是辛苦的 真真的不是沒有道理的 也就是說有一天 你要賺錢 或是說你在選擇的時候 因為你年輕吃了很多苦 所以你在做事情的時候 你是很有條理的 或是說 你什麼都做過 你就人家就沒有辦法跟你胡亂 可是今天大部分人 做生意失敗的人 都是什麼 就我小時候看到大 包括聊天室的各位 很多做生意失敗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雖然我這個也有點講屁話 我這個也有點講屁話 因為館長現在有做起來 所以我可以講屁話 對不對 是不是 我們剛剛在玩遊戲的時候 也跟大家講 等一下跟大家講 你今天 你今天 我看到很多人做生意失敗 大部分都怎樣 這個錢不是你賺 你可能 就像譬如來講 就像我的員工 欸我不是說我員工這樣不好 也不錯 他們 想要開健身房 小型的嘛 怎麼辦 怎麼辦 沒有錢怎麼辦 因為那很多錢啊 爸爸媽媽 一百兩百 我一定要開 我覺得可以 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媽 挨一下 爸爸媽媽 積蓄拿出來 好啦 媽媽媽 你這個兒子 這個跟 我們很有本事 我們真的 有一套理念 我們真的很專精 我們真的去找人家來投資 完全不一樣喔 還有我自己的錢 我自己可能辛辛苦苦賺了很久的錢 我去自己去弄個事業 那不一樣 跟幾個好朋友 大家都拿自己的錢 我跟你講 這個真的不一樣 那真的你在 做生意來說 你的態度 你上班的 還有因為這個錢 我當然不是說 大部分人都是 都是失敗 也有成功的案例 可是 我不是說每一個人都這樣 也許聊天室有很成功的老闆 你就當初這樣起來 但是我的確看到一些人 今天如果錢不是他賺的 錢是爸爸媽媽給的 親戚界的 他去上班 他在做事 他就沒有那麼的 就是好像那種 背水一戰 你懂嗎 背水一戰就是 我他媽的 我沒有退路 我這間店倒了 我要死了 我一定死 那種感覺 所以我開一間店呢 我一定是一直考慮 一直考慮 一直考慮 一直抽杯 一直考慮 一直考慮 一開下去呢 你別就 十二點鐘 十六點鐘都頂在這 因為 他就是你的一切 跟當初我他媽差點住在健身房一樣 我差點住在健身房一樣 媽的 媽的 而且都沒在休息 一樣嘛 我就背水一戰 業務需要什麼樣的特質跟能力 工作被取代性 什麼 工作被取代性 實心也剩樸實無法 什麼意思 業務需要什麼能力 你後面這句我聽不懂 我只知道說業務需要什麼能力 因為 我們家的我們家業務是特多的 教練就像業務一樣 我相信你有接觸到我們家的教練嗎 你為什麼跟他買Q 他有他的一套講法 他有一套他的SOP 對不對 為什麼你會跟我買二瓶招商的東西 我有我的一套講法 我們有一套的SOP 在這個世界上 所有的行為都是銷售 所有的行為都是銷售 所有一言一行都是銷售 如果你說我今天開直播 是為了做爽的 那可能是50歲 我60歲以後 就像我們廖老大 他真的是很好比喻 他真的是不是為了賺錢 看人家他的主業又不是開直播 是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 這讓他上新聞講的 他的主業不是開直播 我們所做的一線 所說的一線都是銷售 一個業務能力就是銷售 第一個 業務能力非常非常的重要 第二個就是不要臉 我這句話真的很難聽 當然你可以不要臉嗎 你很多人做不到 很多人做不到 真的很多人做不到 先生先生 你拿一張 站在那時候 我們站在這個 我們爐洲店外面 先參考一下傳單 人家這樣拿著 要嘛就是這樣 先生你在跟我打籃球 要嘛會給你這樣子 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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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傳單的時候會過人 傳單在這裡才這樣 有儀 不想拿 過人 然後你叫先生 給我先生參考一下 你要這樣 兩個就是打籃球 你知道嗎 一共一防 先生 先生要不要拿我傳單 先生 我不要 我不要參考一下 我不要 有沒有 是不是 所以 然後 不拿的有時候算了 不拿你還不會 心裡很受傷 不會心裡很受傷 對不對 那有一些 很受傷的就是 他會這樣 一拿吧 在你 你他媽的 有些人就這樣 我不知道 你也走遠一點 像館長啦 就是屬於那種 因為我們自己在開店的 我就屬於那種說 啊 我會拿 然後 默默的走到很遠 很遠 然後看有沒有垃圾桶 或是回到自己車上的時候 發到車上一個垃圾袋 然後把它丟進去 我不會讓他看到 可是有的客人呢 他就是 他就是走下去 他就是 走三步而已 他就這樣 然後你就是這樣 看著你的傳單就這樣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你就 內心這樣 你又怕被客人看到嘛 所以你要走過去 再把它撿起來 因為你不可能讓 三步內嘛 地上都是傳單嘛 所以你會去默默的 再把它撿起來 有沒有 你有沒有經歷過這一段 就是 他這樣 看你娘 你也走遠一點 他沒有 他走三步 然後你一定嘛 你一定的動作就是接下來 你會很失望 失望當中帶點憤怒 你的心裡面是想要去打死這個人的 但是不可以 你心裡面是 幹你娘 有沒有 很多幹你娘 你也很想過去 一腳往後面踹 很想過去打他一個巴掌 對不對 是不是 那你不可以 你只能默默的過去 這時候心理壓力就很大 然後彎腰 去把這個傳單撿起來 拍拍他乾淨 還可以發給下一個客人 Youtube的會員 我不知道耶 照理說是可以的啊 喔 對啦 你要講這樣是對啦 沒有錯 謝謝你的同內 很好很好講得很好 這樣很好 所以就是說如果你是 要當一個業務的話 像我們家我覺得啦 我們家的業務 或我們家的教練 說實在話 都很優秀 每一個都是不可取代的 你說可以取代 我們是不可取代的 我都很珍惜我們家每一個員工 說實在話 只是有時候是這樣 他要走 你留不住 他要走 你留不住嗎 他要累了 休息你留不住嗎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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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加入會員 謝謝加入會員 體育署我新公告我剛剛有發啦 我剛剛有宣布啦 那我先給我